韩国台湾教育中心与中国文化大学 邀请台湾12所大学 参加在首尔举行的韩国国际教育展 由于最近台湾相当受到韩国年轻人的欢迎 两天展览吸引将近400多人前往 询问留学相关的事宜 韩国国际教育展日前在首尔登场 在文化大学国际纪两岸事务处处长林博山率领下 共有12所台湾大专院校前往参与 由于台湾文化及生活习惯与韩国相似 台湾也成为了韩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选择之一 因此韩国留学生在台人数大幅成长 在去年达到3280人 我们主要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配合台湾的高点教育 给我们韩国的青年朋友 各个学校一方面也是来招生 招学卫生还有华语生 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招生的活动 能够让台湾之间的高教 能够更加的活卧更加的交流 中国文化大学承办韩国台湾教育中心 推动台湾高等教育的交流活动 大力宣传台湾高等教育 并强化台湾各大专院校 与韩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关系 校是签订姐妹校 推动校与校之间的学术与文化往来 同时也招揽韩国学生来台 修读学位或华语课程 其实台湾的高等教育 在过去就一直很受到我们韩国学生的欢迎 这几年因为韩国的学生 受到大陆的影响 一窝窝的都是去学检体制 然后到中午到去进修 他们最近又有回流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他们喜欢台湾呢 我想第一个如果学华语在台湾 台湾的环境 生活的文化水准 跟我们的韩国的社会比较接近 而且我们有很保留 非常好的中华文化 那很多韩国的朋友 小朋友都过来就打听 怎么去台湾留学 有一些是特别就是喜欢台湾 所以过来台湾留学的情况 两天展展下来 共吸引了400多名学生和家长 前来询问留台相关事宜 因此台湾方面也预定 一面继续来韩餐展 并且扩大参访形式的内容 韩文文练是黄群 韩国首尔采访报道